各位同学好 接下来我们复习物理量相乘除后的不确定度 如果今天有一组数据最后测量 一组测量的结果是最佳估计值X以及X伴随的不确定度 以及另外一组数据测量完最佳估计值是Y 而它伴随的不确定度是UY 如果今天想要计算X乘以Y 那最后呢最佳估计值就是X 原本的最佳估计值X乘上后来的最佳估计值X 以及最佳估计值Y 然后相乘就变后来的最佳估计值 那后面的这个伴随的不确定度呢 就是这里我们要介绍的 这个也不会是UX直接乘于Y 不会 那它也不会是UX平方加UY平方开根号 它跟加法的 跟不确定度的加法是不太一样 前面我们有介绍不确定度的加法 而且用苹果的立体有演算过 但是在这个相乘的情况 就不是直接平方相加开根号 那要怎么办呢 我们引入一个概念叫做相对不确定度 介绍一个概念 相对不确定度 这个相对的英语是relative 那我们取它前面的R 作为一个缩写 所以相对不确定度 它就是UR 然后它的定义是这样 假如说有一个一组数据的最佳估计值X 那它伴随的相对不确定度 URX就会是原本的不确定度UX 去除以最佳估计值X的绝对值 绝对值是为了要让它整个不确定度是维持正的 这样子 那如果说今天我们把X换成Y 那就只是符号改变 那形式还是不变 如果是Y的相对不确定度 那就会是原本的U去除以Y的绝对值 那这个相对不确定度 那这个相对不确定度不只是可以用在XY 它也可以用在 相乘的 相乘的XXXY的相对不确定度 也是原本的XXXY去除以XXXY的绝对值 这个就是相对不确定度的定义 这个就是相对不确定度的定义 然后我们要的是 我们要的其实是这个 对不对 我们想要知道的 就是想要得到的其实是 XXXY相乘之后的不确定度 就是UXY 好 那要怎么得到UXY呢 我们接下来介绍的就是重点 这个相对不确定度 它还是符合平方向加开根号的规则 就像这样 XXXY的相对不确定度 它就会是 这就会是 X本身的相对不确定度 平方 再加上Y的相对不确定度 平方 再开根号 这个 它还是遵守平方 相加开根号的规则 但这一次 它是相对不确定度 再做平方向加开根号 它是相对不确定度 平方向加开根号 好 那这样子其实就 差不多可以去得到我们的 我们所要的UXY了 我们所要的 是这个UXY 好 我们把这个 把这个相对不确定度 带回去 用原本的不确定度 来表示 就是 就会是这样 URXY 它其实就可以写成 UXY 去除以 XY的绝对值 然后 这一个 URX 也可以写成 UX 去除以 X 那因为 平方了 所以我们底下呢 就不用加绝对值了 就变这样 平方就绝对是正了 所以就不用加绝对值 那 URY URY也可以写成 原本的 UY 原本的 Y的不确定度 平方 再去除以 原本这也是要Y的绝对值 再平方 但是因为 绝对值 平方完是正 所以绝对值就去掉 所以最后变成了 这样子 这个就是乘法的 不确定度的公式 但 其实各位不用背 这一个 你可以背上面那一个 就是 上面这一个 还有这两个 这三个 还有这三个就可以了 因为你把它 带进去 就会变下面这一个 好 那介绍了 乘法的相对不确定度 除法的 其实也顺便介绍一下 除法的也是一样 除法的话 比如说 相对不确定度 然后 X除以Y X除以Y的相对不确定度 它会是怎样呢 其实就也是 跟乘法的一模一样 它会是 X本来的 相对不确定度 再加上Y本来的 相对不确定度 好 就是说 乘法的和除法的是一样 就有如我们前面说的 加法的和减法的是一样 一样的做法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利用底下的 这一个练习题呢 来试试看 它要用长层宽 长层宽 它想要知道长层宽 的一个最佳估计值 以及长层宽的 最不确定度 那首先呢 这里就有所谓的 X和Y 它就是18.25 18.25就是它的X X加UX 它的X就是18.25 它的UX就是0.10 那底下这个呢 如果它是 我们把长度写成Y 那底下这个 它的最佳估计值 25.50 然后不确定度呢 UY是0.20 好 那我们就来算算看 这一个面积的 测量的不确定度 会是多少 我们就带这个公式 URX乘以Y 就会是 根号 URX平方 加URY的平方 然后呢 URX本身是 UX 去除以 X绝对值 URY 本身是 UY 去除以 Y的绝对值 好 那我们来算算看吧 我们知道的是 UX 它是10 它是0.1 然后 X是18.25 所以我们就来算算看 这个是0.1 然后除以 18.25 这样 这样 这就是 这一个 就是这一个 好 啊 这个我们 最后其实是在 根号里面要平方的 所以不如我们就直接先把它平方吧 我们利用这个电脑 它本身的一个计算功能 好 试试看 这里有一个数学 让它计算 结果是 0.00548 0.00548 0.00548 这个平方完 其实我们还要再把它平方 平方 好 所以试试看 是 是大约0.0003 哇 那这个的话 可能 没有办法 直接写 我们还是 先把 0.00585 是吧 先把那个写出来 好了 0.00548 好 所以 这个部分是 0.00548 然后 另外一边这里的话 则是 0.2 除以 25.5 一样我们给它除除看 0.00784 它会是 0.00784 好 那接着我们要 把它们平方相加开根号 那一样我们来试试看 我们来看 0.00548 做平方 再加上 0.00784 做平方 然后呢 再开根号 我们试试看它能不能算出来 好可以 那试试看 结果是 0.00957 0.00957 好 所以算出来结果是 0.00957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我们的 相对不确定度哦 是X乘以Y哦 但事实上我们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要的不是这一个 我们要的是 UXY 而不是URXY 它是 它是 UXY 再去除以 XY的绝对值 好 所以等于是我们 要把它写成 UXY 的话 我们其实还差一个 X乘Y的绝对值 所以我们最后呢 其实 UXY它会是 XY的绝对值 然后去乘上 去乘上 URXY 所以也就是 我们要做最后一步 就是把他们两个的最佳估计值 乘起来 18.25 去乘以 25.50 然后呢 再去乘上 我们刚刚算出来的那一个 再去乘上 0.00957 这样 好 我们来试试看 957啦 所以我们这边 那个1没有写好 再写一次 好 这一次就好了 好 所以结果是4.45363 什么的 4.4536 我们就写到4.4536 那结果要取两位有效 跟前面一样 我们都是取两位有效 然后无条件禁位 所以最后就是 取 无条件禁位 然后取两位有效 好 所以最后变成了4.5 所以答案是4.5 所以答案是4.5 是不是很复杂呢 好所以呢 我们刚刚 所以我们刚刚呢 算出来最后呢 是 它的 U X Y 其实就是4.5公分 好 那么它的最佳估计值呢 就会是多少呢 我们现在已经把它的不确定度 得到了 就是4.5 所以我们最佳估计值 要对其不确定度 所以要到小数点下第一位而已 那我们来算算看 XY 是多少吧 XY 其实就是只有包含这一个部分 18.25 乘以25.5 结果是 465.375 所以这也是465.375 但是我们要 跟我们的不确定度对齐 所以到小数点下第一位而已 所以变成了 465.4 这个部分是四蛇五路的 所以最后变成了 465.4 所以它的最佳估计值是465.4 那最后整个表达 就变成了465.4加减4.5 好 这就是最后的结果 所以有没有觉得 乘法的很复杂 那其实在考试的时候 它不会真的叫你算 它只是要请你判断一下 它的算的过程 步骤是不是正确 它不会真的叫你算 各位如果有去做 我们发下去的第一张学习卷 你就可以体会 你就可以体会知道说 它其实没有真的要你去算 这些平方开更好 我们 各位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学习卷的内容 我们就介绍到这